大家好,我是老默 有朋友说自己做的花卷不够蓬松 筋道也不好 究竟怎样调整 其实记好三点,轻松就能做得更好 今天就分享一下 先说一下面粉 咱们面粉尽量选择有筋性的 中筋高筋都OK 有筋道,咱们做出来才筋道 咱们今天准备的是300克面粉 放糖10克 酵母3克 温水170克 咱们冬天和面一定要稍微偏软一点 这样它会发酵的更快 另外,如果说面团活得比较硬 咱们蒸好之后 花卷的边缘容易变硬 类似于风干那种感觉 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一定要把面团活得软一点 这样咱们后期在拉扯花形的时候也比较容易 刚活好的面团 还是要把它揉光 把水分揉匀 之所以让大家每次把面团揉匀 就是为了扣面更好吸水 发酵完成之后 它的软度能保持一致 另外大家要注意 活好的面团软一点不要紧 后期咱们稍微调整一下 它的硬度就能回来 接着是包起来发酵 冬天发酵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尽量包裹盐 锁住温度 更快发酵 这里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个点是 面团一定要发透 发透的意思就是它里面的状态 一定要够均匀 里面的蜂窝都保持一致 就OK 如果说面团发不透 咱们后期做好 它里面还是发不透 蒸好之后里面有石心 然后揉面这一步 决定了咱们做好之后 它的筋道好不好 所以在揉面的时候 因为面团偏软 咱们可以稍微多撒一点干粉 让它恢复硬度 做好之后 花卷不会塌 而且能保持原有的形状 揉面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揉好之后 表面光滑 将这种状态 去说明它里面的面筋 咬合得比较紧 这样咱们做出来 它筋道自然会有 接下来就比较简单 咱们直接用擀面杖 擀成薄片就可以了 擀的时候大家需要注意 里面如果有气泡 一定要给它扎破 手工揉面 难免会有些加气 另外大家需要注意 擀这个面皮的时候 尽量不要太薄 尽量在8毫米左右就可以 接下来一个点 大家需要注意 抹油的时候 尽量不要抹得过多 每个地方只要刷匀就可以了 因为抹油过多的话 咱们蒸好之后 它这个花容易分得特别开 咱们后期在扭花的时候 容易粘不住 花卷蒸好以后 可能会出现像大峡谷那样的 大裂缝 做起来就不好看 然后撒味道方面 大家只需要注意 葱花尽量不要太大 稍微小一点就可以了 卷面皮的时候 尽量给它卷紧一点 这样它的花式会更多 如果咱们在卷的时候 不够紧 会出现的状况 就是蒸好之后 它整个像完全散开了一样 又没有那种紧挨着的感觉 所以这一步 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面卷好之后 大家可以像这样按一按 把里面的气往外擀一擀 还有一个点大家要知道 如果咱们面做的比较多 卷得很大 那种情况 咱们直接就可以切圆的 单独就可以制作一个花卷 咱们家里做的比较少的时候 可以这样按扁 把两个到三个按在一起 做好之后 它的花纹是比较多 比较丰富的 另外大家还需要注意 咱们再压这一下 尽量不要压得过猛 假如咱们用力过猛 蒸好之后呢 它中间就是分开的 本来想蒸一个 最后结果呢 分成两个 所以呢 大家稍微助力一下 这个力量 尽量圆一点 咱们今天三个按在一起呢 像这样本身就是一个花式 咱们可以直接这样拉一下也可以 然后直接往下卷也OK 这花式这方面大家都会 这个不是什么难点 做好之后 最后一个关键点 就是二次发酵 像冬天天气比较凉 咱们尽量放到温水上面去发 如果咱们直接放在外面 花费的时间可能很长 像咱们今天这个 是放在蒸锅里去发酵的 发酵好之后 还是要看一下 能够轻按起伏 就OK了 如没有这样的特性 千万不要蒸 等一等 发好之后 咱们直接开水上锅蒸 蒸好之后呢 它就是这样 层次很多 而且很柔软 这咱们做花卷呢 就三条 和面软一点 揉面长一点 二发状态 看好一点 就这样就OK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呢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